歡迎大家來到葵青區 這個是世界會新組織確認的安全社區健康城市 人口有五十多萬人 是貫通國際機場、元朗及九龍的交通樞樓 葵青區在推動安全社區和健康城市方面 一直在香港扮演領導的角色2003年 已經獲得世衛組織確認是第73個安全社區 葵青安全社區及健康城市協會 一共設立了三個社區資源中心 位於馬加列醫院的社區健康資源中心 是協會的秘書處 另一個是青衣社區健康中心 是長青村的健康會所 而QK部落是專為青少年而設的健康評估 和輔導 位於青衣社區中心 為使安全及健康文化可以在葵青區內摘根 協會在2004年展開以地區為本的安建計劃 安建屋邨是透過確認制度 加強屋邨管理 提高家居安全及健康意識 一共有十多個屋邨參加這個計劃 2005年長青村得到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之助 開展一屋邨入護士先導計劃 以醫、福、社結合模式 成功令長者和長期病化者留在社區 現在麗景、祖堯、葵聰、長安村等 都有類似的服務展開 安建學校主要的目的是預防校園意外 和促進校園健康 葵青共有十六間學校獲確認為安建學校 醫校同行在2008年開始 由馬嘉莉醫院和小童群益會合作 為中學生設計一個學習經歷課程 內容包括心肺復甦和基本急救訓練 還有醫護行業介紹 一共有三十二間中學和五千多名學生參加 QK部落是結合醫、校、社、各專業 在十二間中學八千多名學生 進行體識能測試 並為四百多位學生的健康成長進行輔導 學校護士義工計劃是QK部落延伸的一部分 安建院舍計劃早在1999年開始 2004年後曾為四十多間院舍進行認證 2008至09年人民安全運動 2009年流感大流行應變措施 2010至11年院舍仿跌計劃 2012至13年的有型院舍計劃 由六十多位健康職員義工擔任安建大使 每年到院舍進行巡查 將安全健康管理文化帶到安老院舍 除此之外 為了令居民更關心自己的健康 葵青亦舉辦了多個社區健康推廣活動 為市居民更關心自己的健康 在2005年推行安建約章 為市民設計了個人健康紀錄冊 並在葵青各區舉行社刊日 在過去七年來 曾為一萬多名區民進行健康檢查 積極推行預防三高運動 除此之外 在2005年開始與理工大學市光學及家庭醫學合作 為糖尿病人提供視網膜病變篩選檢查 至2012年年底 共有三萬多名糖尿病人接受眼底檢查 其中有27%發現有不同程度的糖尿上眼問題 由醫生及早治理減少失明的機會 預防流感大流行是社區防疫重要工作之一 在2009年為預防人類株營流感大爆發 協會立即採取有效措施 分別在屋邨、學校、老人院社 進行教育和演習 成功倒截流感在社區爆發的機會 為加強香港的控煙力度 在2010年與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聯合舉辦無煙社區 及2012年無煙大贏家計劃 CPR心肺復甦訓練 在2005年開始在學校內舉行 2010年1月在葵涌運動行 共有4,800位市民完成CPR訓練 今天將會創了一個紀錄 這個紀錄不單止是我們香港的紀錄 亦可能是一個世界紀錄 為了一個有效地掌握區內受傷的情況 協會在2003年與馬嘉莉醫院合作 將2000個受傷個案進行分析 在2005年得到職安局之助 聯同理工大學共同設計一套 傷害監測系統 利用地理數碼科技設立傷亡地圖 將各類受傷個案黑點顯示 這個系統得到各界的讚許 在2009年榮獲亞太資訊科技及通訊聯盟獎 及香港資訊科技及通訊科技獎 攜青安全社區健康城市計劃 得到國際認可 亦成為學習交流對象 協會曾經在海外發表計劃內容 亦接受各地區訪問 分享推行的經驗和成果 2012年是協會成立十周年 特別舉辦藝術在醫院 復康病人藝術作品片 此外 亦透過研討會 將十多年推動安建社區的經驗總結 在未來的日子中 我們將會更加努力 以及區議會公司型機構 一起齊手合作 將我們齊青區建設成一個更健康 更安全和和諧活躍的社區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我們 多謝